文殊菩萨想到五台山的山腰 有一处类似五脏六腑的山洞 这个山洞在娑婆世界形成之时 由诸佛的愿力而生 一直到第三佛家业是尊十七 度化了不计其数的众生 到了家业佛末法时期快结束的时候 这个山洞就被封存了起来 文殊菩萨使用天眼通 看到严福提的众生 由于被无名蒙蔽了双眼 不能如实了悟心外诸敬的真理 整日活在苦海之中 于是文殊菩萨想通过崇光这个山洞 开始普渡众生的行动 也就在这一天 一个侨夫砍柴的时候 发现一只小白兔正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他想抓到兔子 却一直无法追上 最后兔子跑进了一个山洞 侨夫点燃火把追了过去 通过一个狭窄的洞口 费劲地钻了进去 兔子却神奇地消失了 只有一尊佛像端坐在莲花台上 侨夫见状 慌忙虔诚的礼拜 他下山的过程中 遇到了一个僧人 于是就说出了刚才的经历 僧人笑道 那个山洞可大有来头啊 经历了三佛注释的时间 度化了无量无边的众生 这个山洞叫佛母洞 里面就像人的五脏六腑一样 乃是文殊菩萨护持的地方 传说只要有人有过一次出入的经历 此人就会得到慈悲的护持 经历91节后 就能正得无上菩提 进入寂静清凉的涅槃境界 为什么之前凡人无法找到这个山洞呢 那是因为此山洞被夜叉大将 率领了三千天兵天将守护 由于姻缘不具足的原因 是不可能被发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